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曼尼托巴梅蒂斯联盟 MMF最近引发争议的年会 在这场会议上 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辩论激烈 最终一项要求MMF谴责以色列行为的决议被压倒性否决 MMF主席大卫查特兰的强硬言论引起了现场的热烈反响 但也引发了部分成员的担忧 认为未来的会议将无法自由讨论敏感议题而不面临威胁 此外 我们还会关注CFO赛季中的两位明星球员 温尼博蓝色轰炸机的布雷迪、奥利维拉和哈密尔顿老虎猫的伯来维·米切尔 他们的卓越表现 让他们入围了杰出球员奖的决赛名单 最后 我们将介绍联邦牙科保健计划的重大进展 这项计划自启动以来已服务超过100万名患者 并将扩大至更复杂的牙科程序 给无法负担牙科治疗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英语连绵的温尼博、曼尼托巴梅蒂斯联盟 MMF 一年一度的年会如期举行 然而 会议的议题却像这天气般英语而紧张 这一次 聚光灯不止照在传统的文化和社区话题上 还照在了一个全球都在关注的战争上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这场战争引发了年会上的激烈辩论 让整个会场气氛紧张 年会上 一名成员提出了一项决议 要求MMF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表态 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然而 这项提议却被决大多数与会者否决 主席大卫查特兰在会议中提到该决议的提出者之一 也就是MMF大学学生祖父主席詹姆斯·拉瓦来 他声称拉瓦来试图用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来威胁他们 直言 你们永远无法威胁到梅蒂斯人 这番话引来了现场的热烈掌声 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鼓 拉瓦来后来向CBC新闻透露 他在Facebook上的帖子是引起争议的原因 他担心这样的事件会使得曼尼托巴梅蒂斯公民在未来的会议上 无法自由地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或类似问题进行辩论 穆罕默德·克罗斯曼·塞尔布则表示 这项决议是他们了解MMF在中东冲突中立场的一个途径 并指出该组织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有合作关系 这让他对MMF的立场充满疑问 查特兰在会议上感谢拉瓦来和克罗斯曼·塞尔布的热情和活力 但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那些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人直 他强调双方都有无辜的生命逝去 会议结束后拉瓦来感受到了一些支持的声音 这些支持让他不会轻言放弃 而在加拿大的另一个角落 加拿大橄榄球联盟CFL也同样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这个赛季中两位球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温尼伯兰色轰炸机的布雷迪、奥利维拉和哈密尔顿老虎猫的伯来维·米切尔 他们的表现不仅在赛场上大放一彩 也成功入围了CFL的杰出球员奖 奥利维拉以1353码的冲球距离成为联盟的冲球王 他的每次持球突破都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让观众在看台上几乎喘不过气来 而米切尔则在四分位的位置上 凭借5451码的传球距离和32次达阵 成为了联盟的传球王 他的每次传球都像是一幅完美的艺术品 精确无比 令对手无从防范 奥利维拉不仅被提名为杰出球员 还是西区最佳加拿大球员的候选人 这是他连续第二年获得此殊荣 他在2023年被评选为CFL的杰出加拿大球员 这一切都彰显了他的杰出表现和球场影响力 在CFL的竞争中 除了奥利维拉和米切尔 萨斯卡彻温粗广者的罗兰米利根和蒙特利尔阿卢埃特的爱萨克 阿德耶米伯格伦等多位球员也因出色的表现被提名 这些球员都是在场上拼搏不息 为球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 加拿大的健康领域也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变革 联邦牙科保健计划自启动以来 已有100万名患者受益 随着计划涵盖的牙科程序更加复杂 包括牙冠和假牙的初步安置等 越来越多的家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健康部长马克·霍兰德表示 计划的成功不仅在于服务的扩展 还包括接受纸质索赔 让更多口腔健康提供者参与进来 这对于像玛丽这样的老奶奶来说 无疑是福音 她因为牙齿问题而无法享受心爱的玉米浓汤 但如今在计划的帮助下 她恢复了健康 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 这一切的进展 标志着加拿大在公共健康领域 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无论是在足球场上 还是在健康政策的推展中 加拿大都在不断进步 促使我们更加期待未来 能有更多的改善和突破 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关于冲突或比赛 而是关于人们对于公正 健康和荣誉的永恒追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是一系列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 主要涉及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 这一在加沙地带实际掌权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 起初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分支 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反对以色列 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 随后在2007年通过武力掌控加沙地带 与在约旦河西岸执政的法塔赫形成对峙局面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具有复杂的历史起源 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及其后的阿易冲突 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主张解放巴勒斯坦全境 而以色列则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 双方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 这些冲突常常由火箭弹袭击 恐怖袭击和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动组成 重大冲突包括2008至2009年的 铸牵行动 2012年的 防御支柱行动 2014年的 护任行动 2021年的511冲突等 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背景中有多重因素 首先是巴以和平进程的长期停滞 及其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影响 此外 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对立 也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例如 加沙地带作为哈马斯的主要活动区域 长期受到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 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进一步激化了当地居民对以色列的敌对情绪 也影响了哈马斯在当地的民意支持 近年来 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趋势 通常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 冲突往往是由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引发 而以色列则以空袭和地面行动进行回应 双方军事力量悬殊 哈马斯主要依靠自制火箭弹 隧道网络的集游击战术 而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和铁穹防御系统 关于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的国际反应 全球主要国家和组织对冲突的态度各异 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普遍支持以色列 并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为 而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 则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军事行动 联合国多次呼吁双方停火 并恢复和平谈判 但成效有限 这些冲突不仅加剧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敌对关系 还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地缘政治层面 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强国各自战队 影响到更广泛的中东政治格局 此外 冲突的连续爆发 也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在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控制 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 以及以色列国内安全政策和政治格局等方面 尽管双方曾通过调解达成过多次停火协议 但这些协议往往因各种原因而难以长期维持 导致冲突局势反复 至今 长期而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依然难以实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项决议的否决表明了 MMF内部对于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中立立场 这是符合加拿大一贯的中立外交政策的 而且 作为一个文化和民族组织 他们专注于自身社区的发展和福祉 而不是卷入国际政治漩涡 这样的立场让人敬佩 楚天书 你在开玩笑吗 MMF 不对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表态 根本就是在回避责任 当全球都在谴责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时 MMF却选择保持沉默 这难道不是制道德于不顾吗 他们应该对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悲剧发声 而不是躲在中立的借口后面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的立场认为 MMF 多元文化联盟 对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中立态度 符合加拿大一贯的外交政策 并强调该组织专注于社区发展 然而 谢奇奇却尖锐反击 指责MMF的沉默 是对道德责任的逃避 楚天书的论点看似有理 强调了中立外交政策的价值 这种立场 在某种程度 尚确实能让组织专 助于自身的使命 而不被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所困扰 然而 这种中立的姿态是否合理 却值得深思 当全球的目光聚焦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危机时 MMF选择沉默 是否意味着对暴力和人权侵犯行为的默认 这是谢奇奇所提出的尖锐问题 直接挑战了楚天书的立场 谢奇奇的观点 从道德的高度出发 强调了 作为一个文化与民族组织 MMF有责任对国际问题发声 尤其是当这些问题涉及人权与尊严时 他的观点不仅揭示了中立的潜在危险 更引发了对组织使命的反思 在面对危险人道原则的行为时 是否真的可以选择沉默 这种沉默是否会使得那些受害者更加孤立无援 这场辩论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当前社会对于中立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深刻矛盾 中立政策固然能保护组织的公正性 但在面对明显的不争意时 这种政策却可能显得冷漠无情 因此谢齐齐的立场挑战了楚天书的中立观 提醒我们在面对不义行为时 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 总结来看 楚天书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但在现实中却可能助常对不公行为的容忍 而谢齐齐提出的道德责任则更具启发性 提醒我们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 沉默绝非解决之道 这场辩论让我们思考 在保持中利于坚持正义之间 应如何找到更为平衡的立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曼尼托巴梅蒂斯联盟主席大卫 查特兰在最近的一次年会上 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激烈辩论 这场辩论让人们对该联盟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会上 有人提出决议要求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但被压倒性地否决 在言论中 查特兰表示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他的强硬立场获得了现场的掌声 这一事件不仅使马尼托巴梅蒂斯联盟的内部意见分歧浮出水面 也激发了对其与以色列合作的关注 这场辩论让人们更关注这样的组织在国际争端中的角色和立场 并引发了关于如何平衡内部多元观点的讨论 在加拿大足球联盟CFL 温尼伯蓝色轰炸机的布雷迪 奥利维拉和哈密尔顿老虎猫的伯 来为米切尔成为焦点 因为他们分别在冲球和传球方面的出色表现 入围了CFL杰出球员奖的决赛 他们的精彩表现不仅让球队受益 也在联盟中树立了标杆 奥利维拉不仅在冲球上表现非凡 也是最佳加拿大球员奖的候选人 而米切尔则以卓越的传球能力赢得了赞誉 这些成就展示了他们作为运动员的优秀素质 也反映了CFL的竞技水平和吸引力 球迷们正期待着即将举行的颁奖典礼 以见证这些卓越表现的嘉奖 联邦牙科保健计划在短短6个月内便为100万名患者提供了服务 这一惊人成绩让许多人感到振奋 从本周开始 计划的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包括更复杂的牙科程序 如牙关和部分假牙的安装 这一措施不仅提升了患者的健康福祉 也显示了政府提升公共健康水平的决心 健康部长马克·霍兰德强调 计划的成功在于其广泛的接受度和实施情况 这为更多家庭带来了希望 这一计划尤其针对老年人 残疾成年人和儿童 降低了经济负担 让更多人能够获得所需的牙科护理 总结来看 这三个事件展现了当代社会中 不同层面的关键问题 从国际冲突中的立场表达 到体育竞技中的卓越成就 再到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 每一个事件都提醒着我们 无论是在政治 运动还是健康领域 沟通、理解和行动 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些事件也激励人们在面对挑战时 勇于表达 追求卓越 并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 无论是通过政策、运动或是辩论 每一个步骤都将为更美好的未来铺路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